不洗脸,不洗头,不化妆出门,要么邂逅暗恋许久的男神女神,要么偶遇那个这辈子也不想再见的人。 你说巧不巧,巧死了。 LB的今日话题,世界最巧巧合,灾难巧合。 1898年,也就是泰坦尼克撞冰山的14年前,有一位叫摩根·罗伯森的作家写了一本叫《沉默泰坦》的小说。 小说里的船,泰坦号,号称是永不沉默之船。 现实里的泰坦尼克也是这么鼓吹自己的。 小说里的泰坦号有三个螺旋桨,泰坦尼克号也是。 故事里的泰坦号在4月的一个晚上,撞上了冰山,最后沉入海底。 真实世界里的泰坦尼克同样的时间点,同样撞上了冰山。 书里的泰坦号因为救生挺短,却导致人们无法自救,巧的是泰坦尼克也是。 于是很多人怀疑摩根有预知未来的能力。 经典巧合 2015年10月5号,因为研制出了抗虐药的氢薅素,图悠悠拿到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很多人都知道,悠悠这个名字来源于诗经小雅露铭,里面是这样写的,悠悠露铭,时也知蒿。 巧的是,白杜百科是这样解释蒿的,蒿有名青蒿。 分身巧合 Doppelganger是一个从德语引进的英语词汇,它的意思是分身,双身,另一个我。 2018年,眼界的网友发现安妮海瑟威的老公和画作里的莎士比亚简直一模一样。 更厉害的是,莎士比亚的老婆就叫安妮海瑟威。 除此之外,法拉利创始人恩佐·法拉利撞脸德国球星鄂齐尔。 更离奇的是,1988年法拉利逝世,两个月后鄂齐尔正好出生。 还有篮球巨星马布里撞脸两起潮,简直不可思议。 天才巧合 2018年3月14号,20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霍金去世。 巧合的是,3月14号是史上另外一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爱因斯坦的生日。 还能更巧吗?能。 霍金出生于1月8号,这一天是史上另外一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伽利略取逝的日子。 两极巧合 北冰羊与南极洲分别位于地球的两端,一个是海洋,一个是大陆。 仔细比较它俩,微妙又巨大的巧合出现了。 北冰羊1410平方千米,南极洲1400平方千米。 最妙的是,把它们两个叠在一起,南极洲几乎恰好填满了北冰羊,几乎重合。 宇宙巧合 太阳到地球的距离大约是月亮到地球距离的395倍,太阳的直径差不多是月亮直径的395倍。 当距离和大小抵消,这就是为什么从地球上看起来,太阳和月亮几乎一样大的原因。 小伙伴们也经历过哪些不可思议的巧合呢?留言评论吧。